我們今天為各位示範的是芙蓉炸豆腐 這個就是一般的炸雞蛋豆腐也好 或是炸一般的豆腐都一樣 那麼我們現在準備的就是太白粉 一般的太白粉就好了 你不需要去買說特別的太白粉 或是玉米粉也可以 但是不適合用麵粉 因為麵粉炸出來顏色比較不好看 那麼就是一個我們今天用的是這個雞蛋豆腐 我們開始呢我們先把這個雞蛋豆腐 我們把它拿出來 拿雞蛋豆腐看似簡單 其實有時候 你若是說拿過雞蛋豆腐的樣子就了解 有時候拿這種雞蛋豆腐 我最特別的是說 你蓋出來的時候它會破掉 它不會完整的一片 其實齁 這個是因為它在做的時候 它是整的兩角倒進去後 還會結的 所以說它有時候會沾在 會掉的這個角色頭 我教各位一個做法 就是說你弄好之後 你把這個角放掉之後 我們把它刺一下 四邊都給它壓一下 因為這四邊齁 這四角最容易黏住的 最容易黏住就是這四個角落 你這樣把它刺一下 把它刺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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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倒出來齁 刺一下就是混混會擠 第二要注意的時候就是油的問題 一般家庭主婦在進豆腐的時候 很擔心怎麼樣 就是我弄了一堆油 我炸好之後那個油 不知道怎麼辦 其實第一就是說 你做一道菜齁 你做出來要有人吃 你做到好吃才有辦法 有時候現在這個油平均很貴 第二就是說 這個油煮之後 你怕我倒掉沒有菜 其實不會 油的壞是因為 你不斷的 不斷的重複炸 重複炸 讓那個油老化 氧化了之後 才有多月的原本產生 所以你不用擔心說 我煮的油要怎樣 你煮一次油 還是會用的沒關係 你如果說煮到油黏黏 糕糕啊 很容易就冒煙了 那油就沒有了 你如果煮一次很晚 其實都還可以再用的 所以油的量 油的量 要有夠 第二就是 火要有夠的樣子 我們現在要給火 來聽聽 一般在測油溫 我們都會說 這個油溫要幾度幾度 給它滴入一起 其實有時候 你用炸的就可以了 我待會試給大家看看 你就知道了 這樣炸的時候 我們先把豆腐先炸一炸 先把它沾太白粉 沸的時候要沸給它嚼 都要沸一下 放在旁邊 沸這樣沸一下 放在旁邊 你如果不要沸沸的話 如果不沾粉炸 其實也可以 沸那是可以的 但是就是說 你如果沒有沾粉的話 第一它表面不容易 形成一個酥脆的殼 不會切切一個殼 所以說我們沸過沸的 因為沸起來的 表面會有一個酥酥脆脆的殼 有一個酥酥脆的殼 比較好吃 而且就是 你沸過沸子 比較不會黑 也比較漂亮 我們稍微沸再沸 再沸一下之後 沸起來 也比較不會沾鍋 也比較好吃 比較漂亮 有時候要請客人 或是要請客人 要吃都可以 按這個油溫 你可以拿個蔬菜 或者蔬菜 什麼東西都可以 不要沸沸 像這個蔬菜 會沸到下面 這麼容易 這個溫度 才會在百里度 做一萬 差不多在百里度 一般這東西 要讓它怎麼 這算是燙 這有夠燙 一般來說 我們稱之為中油溫 中油溫 你燙下去 蔬菜 不會沸下去 就已經冒泡了 那個油溫 才是有高溫 像這樣 滷到下面 才會浮起來 這種 溫度差不多都是 在百里度以下 溫度不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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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可以來擠了 好來 我們現在沾過的粉 你看 你放一層之後 這個粉 就吃進去 就已經溜了 溫了 這次再來擠 溫度不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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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這個東西油太多啊 浪費油啊 或怎麼樣 然後結果一項菜你煮到這樣 你不搭這樣 沒有人要給你吃 你就很難看 菜煮起來就是要給人家吃 油你煮完這個油還要清潔 還可以擦菜 你都不用怕擦火 當然不用怕調鍋 油溫如果夠的話 它受熱它就會洗泡 洗泡它就會浮起來 你看像這樣浮起來 它不會沉在底部 所以你不用擔心它會焦掉 你不用擔心它的炒會搭 那你就慢慢擠 我現在火都開最大的 我都沒有金色 你不要說 啊 東西放了要金色 你不用擔心就把它煮 你就火開就對了 因為這個豆腐是熟的 這個豆腐是熟的 你不用擔心它 會不會表面焦啊 裡面不熟 你不用擔心它 炒會搭又沒有熟 不會有這個問題 你現在擠就是 要表面要讓它熟 然後表面讓它乾 讓它熟 這個油溫夠 夠熱了 然後這樣炸起來的話 又漂亮 然後又好吃 表面會酥脆 這個油如果是說 你浸這次 我只炸這一次 我可能下一次要一個禮拜後怎麼辦呢 沒關係 涼了之後 你把它放在冰箱裡面冷藏 把它放在冰箱裡面冷藏 不要讓它氧化 因為油齁 如果高溫的油 溫度如果是灌過之後 這個油很容易會氧化 很容易會燒到油的油 所以你要放在冰箱 別讓它頭蓋到 盡量不要讓它空氣接觸到 讓它低溫的環境 這樣這個油齁 你這次炸之後 你看過月後 這麼要炸 你再拿出來這個炸 這樣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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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不會 這種溫溫的粉就不容易焦掉 比較不會燒會搭 這樣炸到乾 這樣比較多油 現在已經 攝像已經好了 已經可以了 表面已經很乾 很清 你不要說 我炸的 我快點火要金洗千萬元 你就是煮頭到尾都大火要炸 這樣炸出來的東西 你才會 表面這些素才會切 你炸的時候 你不要說 阿 已經好 火要快點炸掉 我讓它炸一炸 切萬元末 這樣會 很容易表面會含油 因為它溫度一降低 它很容易就會含油 我們現在把它勾起來 火鍋了 你看 這樣炸到豆腐 這樣切也不會搏 你聽聲音就知道會爽會脆 我們炸好的豆腐 這樣就可以了 因為這就是蛋豆腐 這是蛋豆腐 它本身就有味道了 其實這樣吃就很好吃了 你如果說 阿 這樣 這樣我吃沒關係 我蘸一些東西 你可以蘸一點椒鹽粉 譬如說 泰國的那種 泰式那種燒雞醬 那種紅紅的那種 酸酸甜甜辣辣的 或甜辣醬 都可以 起來蘸都不錯 我們今天用椒鹽粉 胡椒鹽也可以 也可以 這樣就是一個蘸豆腐的菜 很像漢的一個菜 然後 表面又酥又脆 你會聽到這個酥酥脆脆的聲音 這樣就好了 然後 你們下次可以試試看 用這種方式炸 油一定要多 油要夠 然後表面沾粉 溫度要高 然後火要大 絕對不要說把火關小 你們試試看 你也能做出這麼 這麼香酥美味的炸豆腐 是不是嗎 是嗎 是嗎 一樣 是 有 有 10